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阿肯色的史密斯堡了啊 因为之前给大家也提过餐馆啊 遇到了一些事情啊 需要我们回来啊 帮桃桃的妈妈处理一下 然后帮她坐一下餐馆 也顺便让她休息一下啊 所以我们就这么回来了 桃桃不在呢 是因为她必须这个在餐馆守着啊 这段时间还又不能休息了 所以呢 又有我一个人出镜啊 给大家来做节目啊 聊聊天好吧 从我的这个视频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史密斯堡呢 其实蛮湿润的一个地方啊 你看 全都是这种 绿树成荫啊 然后到处都是青草啊 花啊 就这里的这个气温啊 现在很舒服 有一点凉 而且感觉出来这个 呃空气里啊 满是这种湿度啊湿气 跟这个 拉斯比加斯的这个气候完全不一样啊 就这里的气候呢 跟我老家就很像了啊 大家看看啊 到处都绿油油的啊 非常清新啊 非常舒服啊 就只不过呢 这里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我感觉不是太好 在美国的这个中部啊 中部偏南的地方 呃 说起来就是说 比较偏僻吧 所以 阿肯塞州不算一个 美国 发展比较好的州啊 包括这个城市 它也不是一个发展那么好的一个城市 嗯 非常凉爽啊 这里 那这个地方呢 从 气候来说啊 我们单说气候 确实比这个 拉斯维加斯舒服很多啊 拉斯维加斯现在是又热又干啊 每天都 感激缺水的状态 那个太阳暴晒啊 你看现在这里 刚刚下了雨连续下雨 连太阳基本上都看不见啊 一点都不像夏天 像春天一样 嗯 特别舒服啊 然后今天呢 呃 因为我也刚回来啊 也没有找 什么特别的话题跟大家聊 但是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麦克斯是一个 很念旧的人啊 很容易怀念过去的一些事情啊 一些美好的这种 事情啊 所以 今天我想了想啊 要不干脆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之前在这座城市住过的一些地方啊 因为从餐馆就是开业到现在 算起来也满大满算 差不多就是四年了啊 四年有余了 四年多了 在这里生活了也不少的时间 有很多的回忆 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 所以 想带大家再去看一下啊 以前我们住的这些地方在这个城市 当然现在这个房子已经租给别的人了啊 但是在那些地方我们也 录了很多的节目啊 然后 跟餐馆一直成长啊 那些日子都在那些地方啊 搬了有两三个地方 所以 趁这个机会吧 也不太忙啊 说实话 就 带大家去看一下啊 介绍一下 好吗 也看看这个 清爽美丽的城市 好吧 Let's go 大家看我 这边啊 看这个房子啊 感觉是有点年生了 但是 看着房子 其实 跟拉斯维加斯 甚至洛杉矶的房子都有 不一样的地方啊 很有美国就是过去那个年代 那房子的特色啊 但是有一个小的这个阳台这样的地方啊 他们可以坐在那喝茶啊 看风景啊 有院子 挺舒服的也啊 好了 我们就到了这个 之前住的 这个房子啊 就这个 黄色的小房子 其实 很小啊 这个房子 不大 当时我们来阿肯色 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啊 当时是租的这个房子啊 住了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样子 在里面做过很多节目啊 拍过短片 包括这个火锅 啊这个短片 还有这个 鱼玉娃娃啊 都在这个小房子里拍的 还在里面煮过好几次火锅啊 感觉挺好的 充满了回忆啊 还有跟很多师傅们啊 就是在这房子里 咱们都是以前相处的很融洽啊 那个时候下班回到家啊 回到这个住地 就是有说有笑了 大家也是啊 这个地方呢 离上班的地方也不远 来 就一条街啊 下去就到餐馆了 蛮近的 有时候中午 累了啊 还可以 回这里休息一下 嗯 一会儿 过去四年那样的 差不多 四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物是人非了 已经 以前住在这里的那些师傅啊 以前的那些师傅 也都早就不在了 早就不在了 有些都离开这个城市了 现在所在的这些师傅啊 都是一些新的师傅了 嗯 而这个房子现在 听说是卖掉了 具体也不是很清楚啊 重新装修 然后卖掉了 也是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啊 这里 非常难忘的回忆 我记得 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 当时我们还 拿着一个 摄像机啊 绕着这个房子的后面 也去拍了一下 当时用的是夜视功能啊 嗯 这样吧我们 再绕到后面去看一下 好吧 走 我现在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个后街啊 后街 你看看非常干净啊 然后这是一条巷子啊 说实话 虽然这个周啊 他经济发展不是那么好啊 地理位置也不是那么好 但是 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方啊 也有他一些独特的魅力啊 独特的魅力 看他这个地方人也不多 感觉很清爽啊 嗯 嗯 荒无人烟的感觉 好我们再去这个巷子里走一走 看这里啊 地上满是绿油油的草 嗯 好这里就是 是 当时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后面的情况啊 他没有围起来 没有围起来没有像别的这个住家铺啊 面子都是围起来的 嗯 嗯 这个地方也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老家啊 成都 也有这样的地方 宅宅的小巷 绿油油的草地啊 莫名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啊 还有这个地方啊 好像是一个 自家的餐户啊 但是他侧面做了一些design啊 做了一些设计 摆了一些小饰品啊 看着也挺可爱的啊 挺好看 中间还画了棵树啊 这家主人还 没有童心的是不是 嗯 行吧 这里差不多我们也就看完了啊 也不大 就是这个小巷 然后外面那条街啊 就走完了 嗯 下面我们去 另外一个我们住的地方吧 也就是 当时我们在阿肯色住的第二个房子 好吗 也是个很小的房子 我们去看看吧 好了 走 好了 我们来到第二个我们住的地方啊 就是 眼前那个房子啊 所以房子都是 淘淘妈妈 给员工租的 后来因为为了这个方便上班嘛 就我们都住在这个地方 走路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 嗯 在这里其实没有住多久啊 住了大概 三个月左右啊 不然因为淘淘妈妈买了房子 我们就搬到她那去住了啊 那个地方呢 就离餐馆会远一点 但也不是太远 大概就六个麦左右啊 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做了好多期节目 嗯 但是因为可能不久的关系啊 住的不久 所以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回忆 只是说之前 里面养了有四只猫 我们有两只 然后那个 后厨的师傅 也养了两只猫啊 一只白的一只花的 后来那两只猫都跑掉了 不知道去哪了 不见了 那个师傅没过多久 也离开我们餐馆去别的地方了啊 然后这个房子呢 也是之前我们 餐馆员工的一个师傅的房子 他就住在这个城市 然后当时买了这个房子啊 周围就是这个样子啊 房子里面也很小啊 条件也不是很好说实在 主要是禁啊 所以当时租他的房子 现在也就这样了吧 想吧 也没有太多说的了 然后我想着说 再带大家去看一下 之前我送外卖 有一个酒吧 这个酒吧 其实现在已经 关闭了 说起来也很感慨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当时他们酒吧 身有时候去送外卖的时候 还蛮好的 老板娘人也蛮好的啊 小费也给不少 但是现在看啊 他已经 关闭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我们就再去看一下啊 好吧 带大家回忆一下啊 好了 现在我们就到这个酒吧了啊 现在我们是在酒吧的后面 因为前面 看起来有些车啊 但是酒吧的门又是锁着的 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是准备转让了呢 还是这个酒吧 需要重新装修呢 还是需要 就是修理什么地方啊 不太清楚 反正已经关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上次回来这个酒吧就关了 大家也看得出来这个酒吧啊 跟咱国内那种 酒吧的样子不一样的啊 这个一看起来就 很粘剩啊 时间比较长了 比较旧了啊 看起来 但是这个地方的老板娘呢 是以前我们的 老常客啊 老顾客 经常点我们餐馆吃的 一个星期点个两三次吧 而且小费给的也不错 当时我来送外卖的时候 他们酒吧还挺热闹的 里面 现在今时不同往日啊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感觉都荒了 荒废了啊 但是大家看看后面这个风景啊 很美好啊 这绿油油的草坪啊 雨后的水塘子 嗯 还有这些高耸的植物啊 都长得特别好 特别绿 现在也不知道 这个酒吧什么情况 我们这个餐馆 到结束 就是合同结束啊 还有最后的两年多了啊 两年多结束以后 可能也不会再继续这个合同了 因为现在这个餐馆的经营状况 说实在的 真的不太好啊 真的不太好 就像这个酒吧一样啊 似乎已经没落了 现在 这个餐馆 跟这个酒吧一样 还有这个城市 但是我感觉也 好像 似乎啊 岁月静好 但似乎又没有以前的嘛 就是欣欣向荣的感觉了 雨后形成的小河沟啊 不知道我们认识的朋友里面啊 或者是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 有没有在经营餐馆的 你们有没有就是说 遇到过这个 餐馆 情况不好的时候 那你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就现在这个情况 是比较让人揪心的 基本上一天 也没多少单 更别提外卖了啊 我都没什么机会出来送外卖了 天呐 非常的慢节奏啊 特别是白天 那几乎就没单了 只有从下午开始啊 才慢慢的有一些单子 啊 有一点外卖 但是一天下来 营业额也不多啊 餐馆还有那么多师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啊 经验之谈 扭亏为盈 甚至起死回生的啊 我知道现在 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好 可能也影响了一些这个经营啊 但是 总得活下来吧 是吧 总得想办法吧 也不是说 就这么等着 下去 那这个餐馆就 没什么希望了感觉啊 啊 好吧 这个天气是真的很舒服啊 但是 呃 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 再想跟大家聊的 或者看的吧 不如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好吧 下期 我再想一想啊 找点话题跟人家聊一聊 或者想 总结一下 我来美国这么十几年以后啊 心得体会 做一个回忆录吧 好吧 来到美国以后的这个回忆录啊 一点点的事情 怎么过来的 怎么经历的啊 呃 我也在考虑当中 看能不能 形成一个成熟的 这个讲述啊 成熟的故事啊 然后到处 再给大家分享 好吧 OK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事事顺心 好吗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